乌尔战场从乌克兰话下说要反攻之后 开始出现了转折 最近乌克兰首都基辅几乎每天都被飞弹和无人机袭击 在凌晨甚至是白天都有 乌克兰官员很明白 俄罗斯现在的袭击战术 就是要耗尽乌克兰的空防力量 而6月1号这天凌晨 俄罗斯又连夜对基辅发动了空袭 造成了三人死亡 其中还包含了两名儿童 不过最近乌军的士气大震 最新释出的预告片中 也透露反攻快开始了 乌军士兵整齐话一 喊出是时候夺回我们的东西 这是乌克兰最近释出的预告片 似乎透露反攻 箭在弦上 不只宣传片拍得逼真 乌军最近士气大震 在乌冬的盐矿城镇 苏勒达尔本来已经弃守的阵地 现在又有新进展 乌军靠着火炮跟无人机完美结合 攻击快很准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不忘开点小玩笑 还有时间可以自拍影片 然而来到巴赫姆特地区 趁着瓦格纳佣兵团 兵力撤出行程空缺 乌克兰趁胜追击 躲在战壕 一颗飞弹马上冷不防打过来 乌军不敢松懈 以地毯式的方式持续推进 只是乌尔炮火 第三度打击到二战区卢干斯克州 美智的海马斯火箭 击中边境小镇 建筑跟车辆都毁了 但乌克兰没有正面承认 是否攻击二战区 俄军则是不甘示弱 把基辅再次当成空袭目标 已经是两天内的第四轮攻击 这一次飞弹直接轰到 人来人往马路上 公寓也遭殃 还造成两名儿童不幸罹难 他们的父母抱在一起 哭到气不成声 接连几次攻击 俄乌双方都否认锁定平民 就在此时 泽伦斯基被募集 亲自到乌南奥德萨指挥中心视察 乌南一直是乌军镇守的重要地 也传出是可能的反攻据点 因此外界相当关注 乌克兰的反攻时辰 不只欧洲新系乌克兰战况 盟友美国也宣布 再给一波规模92亿新台币的军援 随着各国军援持续送到 北约外长峰会 也在挪威奥斯路登场 预期乌克兰是讨论重点 反攻号角吹响前 乌克兰还是期待 能获得加入北约的讯号 体育变新闻综合报道 只是乌克兰到底有没有权利 进攻俄罗斯呢 因为过去大家理解到的是 西方军援都会要求乌克兰 只能本土防卫 不能用来进攻俄罗斯 更多的讯息要请教资深记者张允熙 美方提供给乌克兰的军援 要求乌克兰不能攻击俄罗斯的本土 西方国家提供军援的时候 设下了弹书 原因到底是什么 其实难得意志报 他们从联合国宪章来分析 联合国宪章里有一条 讲说危机和平 破坏和平跟侵略行为 如果这个被害的国家 要采取行动的话 其实并没有针对国家防卫权 联合国提出任何的限制 但有特别提到一个 就是联合国安理会 有没有采取相关的措施 而从乌克开战一年多以来 联合国安理会 其实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专家就认为 如果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乌克兰要攻击俄罗斯的本土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专家也点出说 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不能过度 也就是说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行为 不能太超过 再来就是乌克兰还是要遵守 人道主义 至于西方国家 为什么在后头猛踩刹车 外界认为 不能攻击俄罗斯领土的理由 只有是不希望 给俄罗斯总统普钦 有个攻打乌克兰的借口 而美方一直是不支持 乌克兰攻击俄罗斯本土的 其他国家怎么看呢 英国方面 英国认为 乌克兰要攻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 他们认为是合法的 但有一个前提 就是要以自我防卫为目的 而其实我们看到近期 一直不断的传出乌克兰方面 派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 虽然乌克兰方面从来都没有坦承过 但德国是这样看的 德国认为如果乌克兰是有限的攻击 他们认为是正常的 只要乌克兰方面的攻击 没有伤害到俄罗斯的平民就可以 镜头持续关注在俄罗斯这里 边境城市贝尔哥罗德 从上周首度遭到攻击之后 接着首都莫斯科也被无人机攻击 但俄罗斯最新也表示 说贝尔哥罗德这里遭受炮击的情况加剧 因此首批将撤离300名的儿童 CN也分析乌克兰的大反攻 很可能就是要从俄罗斯的境内开始 似乎俄罗斯也有所因应 因为他们正在加强武器生产的速度 甚至也临时下达了禁止弹药出口的禁令 熊熊火光难以扑灭 俄罗斯境内贝尔哥罗德州的小镇 射别基诺警察局都起火了 这里现在成了乌克兰反攻的新战场 前一天在莫斯科才发生了无人机袭击事件 隔一天在这恶乌边界的小城炮火隆隆 贝尔哥罗德州的州长一早就拍影片报告 暗夜的不明炮击造成多人受伤 还决定先撤离当地300名儿童 此时亲乌克兰反普亲的民兵团体 自由俄罗斯军团又来了 大方公开集气庆功影片 自由俄罗斯军团宣称他们又回到 贝尔哥罗德境内 高呼要带来自由和平 就是在向普清下战铁 CN记者在前线分析 这很有可能都是乌克兰大反攻的心理战 临日来先是在莫斯科的市郊区 富豪区遭受无人机袭击 再来俄乌边界南部的两座炼油厂被炸 看似零星的攻击 其实都有机可循 不明袭击是沿着俄乌边界城市多点开花 乌克兰始终不承认不否认 但也说越多越好 泽文斯基的左右手大胆欲言 类似攻击只会越来越多 恐怕也是因为这波操作 实在很难完全不和乌克兰联想在一起 CN分析乌克兰或许是打算要从俄罗斯国内点燃大反攻的火苗 连日来动作越来越多 这也让挺普钦的极端爱国分子坐不住了 放话要发射核弹上太空炸了星链卫星 让乌克兰断网先进武器通通不能用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也凸显出俄罗斯极端派已经失去耐心 这时候英国外长的这句话更是激怒了挺普钦势力 说的白话一点就是英国支持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军事基地 这让普钦心腹 梅德维杰夫气得在推特上反呛 英国军援乌克兰早已形同与俄罗斯开战 而英国官员就是俄罗斯眼中的合法军事目标 与代威胁 另外前美国防长艾斯佩泽认为 现在的情势是 此时乌克兰也公布 俄罗斯炸了与白俄乌克兰相连的一处三叉入口 宣称俄罗斯就是怕乌军反攻军队 借此攻入俄罗斯 先把路炸断 一防万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面对俄罗斯可能是被乌克兰攻击 美国仍旧在5月31号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新台币92亿元的新武器援助 但同时也警告了基辅当局 他们说了什么 再请允熙带大家掌握 美国提供乌克兰新一波的军援 是高达3亿美元 和台币是92亿 这么多新的武器 包括哪些呢 包括了防空飞弹 像是大家很熟悉的爱国者 另外复首者是一个进程的防空飞弹 再来是刺针飞弹 海马斯多关火箭 还有麻雀飞弹 以及阻尼火箭弹 美方也表示了 接下来还会有3000万发的弹药提供给乌克兰 而美方表示呢 他们会继续跟盟国来合作 针对包括乌克兰应对眼前这个乌厄之战 眼前战场所需 还有呢 就是长期的安全援助 也会来提供各式的军援协助乌克兰 不过呢 美方有提到 到底乌克兰要用这些弹药用在哪里 他们其实并不会给明确的指导原则 但是他们私底下确实有跟乌克兰相当明确的表明 他说美国方面是不允许也不鼓励乌克兰使用这些美方提供的弹药 来攻击俄罗斯本土 主要还是要避免乌俄战情的升温 最近美中紧张局势又升高了 除了美中军机在南海上空惊险对峙之外 原本外界预期美中防长可能会在亚洲安全峰会上面对话 但却遭到中方断然拒绝 有专家认为导火线很可能跟台湾有关 因为之前美国向台湾军援兼设式刺针飞弹 而同时美日飞也从6月1号开始在南海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演习 菲律宾强调这是例行的反海道演习 不过专家分析美国是希望借着非军事化对中国进行软性围堵 中国大陆和菲律宾间的南海争议最近演变成浮标之争 近上个月菲律宾海巡在费信岛火爱礁牛二礁等设置五个悬挂国旗的浮标后 但菲律宾还是不让多次透露要整顿军力 未来将不排除采购前舰或更多的军舰及军机 前环市总编胡习近一度痛骂 菲律宾就是仗着美国撑腰 只是美飞之间6月1号起还有新的联合军演 这次他们还找来日本海上保安厅加入 举行首次的三国海防演训 内容除了加强自我防卫战术 也模拟海上执法搜救及登船检查 外界认为演练项目就是冲着北京而来 但菲律宾否认有针对那个国家 大陆海上扩张最近还惹毛越南 越南抗议大陆向阳红十号科考船等 开入越南专属经济区 但北京坚称船之士在自家管辖海域 与此同时美国防长奥斯汀 正展开上任以来对印太地区的第七次访问 在日本期间他不断提到的关键字 还是中国 只是奥斯丁战士只能隔空喊话 因为北京已拒绝在香格里拉峰会期间 举行中美防长会谈 这之前中美才爆出惊险空中对峙 上个月26号一架共军殲-16战机在南海上空 突然直接到美军RC-135侦察机前 美机因此飞进后方乱流 剧烈晃动 美国印太司令部因此痛骂 攻击行为太不专专业 不过大陆反控是美国挑衅这些 美方长期平凡派舰机对中国进行抵禁侦查 严重危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 这种挑衅性的危险行动 是引发海上安全问题的根源 而在美国也有记者提问敏感问题 质问白宫为何不敢称中俄为邪恶政权 如果你有政府在进行聚集团 或在发展不准复的战争 在当中几千人被杀了 美国总统称这些政策的政策是战争的 我并不看见什么是否阻止你 只是为何中美防长会还是破局 外界认为主要还是美国尚未解除 2018年起对李尚福的制裁 虽然对于类似的拒绝 美国已经见怪不怪 但也担心长久下去误会加深 中美关系只会越闹越僵 电视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香港在一号清晨出现了大雨 甚至还伴随着闪电 有一栋27层楼的住宅遭雷击 另外中国大陆辽宁也出现了龙卷风 一辆行进间的汽车差点被吹翻 民众说根本像灾难电影 陆地上直接卷起巨大的龙卷风 螺旋式的旋转 一旁的大树也被阵阵的风吹得不停摆动 还不止这样 甚至还有新市中的休旅车被风一吹 车尾直接凑了起来 差点就要翻过去 场面实在好惊险 而这是发生在大陆辽宁省复兴市 海州区的西荒村 一号小一点多突然出现龙卷风 高耸直串天际 大风扫过的地方 就像是灾难电影现场 那范围挺广的 风不是在移动吗 给那个就是 呃 道路旁边的树木啊 包括车辆啊 就是都这个这个都吹倒了 包括小区里边也停的那个什么三轮车呀 都吹倒了 隔离都都碎了 预估强风可以来到11级 相关部门截获消息也立刻赶到现场处理 而近头转到香港 清晨豪雨 雷鸣闪电 天文台甚至记录 从凌晨12点到中午12点 一共有12000次的闪电 就有民众见到惊险一幕 新界屯门区移动27楼高的住宅大楼 就被闪电击中 瞬间产生火光 伴随而来的是巨大声响 屋主和女儿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坏了 好险家中的冷气家电 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专家也建议民众要躲在家中 并且远离窗户才是安全选择 TVBS新闻中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